各位好 很不好意思啊 可恶的这个垃圾电话太多了 这个以前也搞block也是不灵 起不了作用 那么多的这个垃圾电话 好像美国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来处理 好接着说 就是刚才提到了 中美国众议院议长 南西普洛西宣布要对 川普进行弹劾 那么弹劾呢 弹劾容易啊 所以在美国历史上 也没有说 真正要讲成功的话 就是也只有一个例子 还不是被弹劾掉的 还是在弹劾的压力下 这个尼克松自己辞职的 另外两位都是没有被弹劾成功 那么这次呢 我估计要对川普的弹劾 也一定会失败 我相信是无法成功的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民主党现在有一个竞争对手啊 也是上一次就竞争的很卖力 这次也是很深思历劫吧 一个社会主义者 主张社会主义的 叫Bernice Sanders 这个老头呢 一辈子没挣什么钱 倒是最近这几年 随着竞选弄了一些钱 他自己一生当政客呀 年轻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那种社会主义啊 亲近苏联的想法 到现在年老了 还是继续主张这一套 我不知道这样的人 居然在美国 还能够有那么多人拥戴他 还要给他投票 但是这次他肯定是没戏 越是没戏的情况下 他越是要这个提出一些 吸引人眼球的主张 比如他最近提出了这个 要让美国富人财富减半的 这样一个计划 就是比伊丽莎白 沃伦还要更加的激进 因为沃伦提出来呢 就是说要对美国这个年收入 在5000万以上的这个富人呢 要增2%的税 这是沃伦的计划 那么对10亿 年收入10亿美元以上的 要增3%的税 这是他的伊丽莎白的 这个竞选中的一个主张 他计划呢 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他计算了一下 大概能够让美国政府 获得2.6万亿美元的收入 也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税收 对吧 这样的波及到的家庭呢 大约是7.5万个家庭 会受到影响 但是呢 Bernie Sanders在这个基础上 更大大的加码了 因为现在是沃伦 在民主党竞选人里面 民意调查是领先的 那Bernie Sanders落后了 他现在提出比他更激进的主张 就是Bernie Sanders说呢 这个起征的限 应该调得更低一点 就是年收入在3200万以上 增1%的税 达到5亿以上的呢 增4%的税 如果达到100亿以上 就增8%的税 这个这样的话 10年内能够为政府增加 4.35万亿 而且呢 它波及的范围会比较广 比这个沃伦 那个要广一些 会影响到18万个家庭 那么他说这个 挣来钱干什么呢 用来就是补贴穷人 搞教育啊 卫生很多都是免费的 因为Bernie Sanders老早讲了 就是说这个大学应该是免费教育 什么包括那些医疗啊 什么的都是要帮助那低收入的穷人 所以他的基本的这个思路就是一个杀富济贫的这样一个计划思路 那个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的 虽然他讲的社会主义跟中国的跟苏联的朝鲜 越南的社会主义啊 古巴的社会主义都有所不同 但是仍然还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所以是非常在我看来啊 是非常荒唐的 也是从无论是从法理上来讲 还是从这个社会正义角度来讲 都是不公正的 他当然他对富人呢 他有一种仇恨的情绪 他说好像这些富人为什么要那么多钱 他甚至说了一个著名的话 他说根本就不应该有亿万富翁存在 但是你首先得考虑这个世界啊 这个财富是怎么来的 这个财富如果是通过权力抢来的 霸占来的 那是另当别论 那就是一种这个非法的掠夺资产 但如果他是凭自己的聪明才智 他创造了价值 创造了财富 比如说专利发明啊 比如说新的这个商业经营模式啊 他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的财富和机会 那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要仇视呢 如果这样的人富的话 对其他千千万万的年轻人 是一种激励 让鼓励他们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 积累财富 当富人有了钱 富人通常也都会拿出来 相当一部分去搞慈善事业 做各种各样的公益事情 所以为什么非要采取这样一种 杀鸡取卵的方式 好像谁发了财 谁就是有这种原罪 或者是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钱 给他剥夺了 让政府来分配 我们都知道这个一个国家 他如果是大政府 政府权力特别大 政府特别有钱 可以滥用资源的话 那是非常危险的 那就是专制国家 你看看这所有的这些历史上的 今天的世界上的这些专制 霸道的这个政权 独裁体制 他们都是这样的 都把钱 老百姓的钱都集中到政府手中 官员手中 最近不是中国出个案例吗 海南省委常委 海口市市委书记 这个姓张 他叫张什么了 我突然一下忘了 那两个字的 这个最近被中纪委查 网上流传了一些 这个从他家搜出的财富 那个黄金金条 恐怕一汽车都装不了 说最后查了是多少 两千多亿美 两千多亿人民币 一个官员贪官 最多就是副省级贪官 他居然有这么多的钱 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反正现在网上流传的 这种说法 触目惊心 所以这个Bernisandes这套 我觉得在美国 虽然还有一部分人拥护它 但是我觉得 这种做法会毁了美国 我是坚决反对的 那么我觉得 你对富人 就是增加一定比例的 这个税收 提高他的税收负担 那个问题不是太大 但是不要这种 就像有些 比如说我们上次讲的 美国国会里边的 所谓四人帮 年轻的女性议员 她们是来自不同的族裔背景 不同的宗教信仰背景 她们有的提的主张 就非常的激进 比如说有个叫AOC的 那个年轻女议员 她自己就提出来 说对富人增70%以上的税 也就是说 富人的绝大多数收入 应该是交给政府 由政府来支配 支付干什么呢 当然她说 可以帮助穷人 可以那个政府 可以增加教育医疗 等方面的投资等等 说得很好听 但是这个议员 她自己本人 现在大概30出头吧 这个DC柱 她是一个年轻的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呢 像她的收入 大概是一年17.5万美元 应该说相当不错的 一个收入了 在美国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 中上 那么这种收入 她一个人单身 本来应该是过得不错的 但是她还叫她说 这个钱不够用 要求增加 提出来要她要增加8000 8000美元 那你想想 你增加8000美元 就变成18万多 对吧 你一个年轻的国会议员 你说你这个钱不够用 然后平时 就是展示出来那种 名牌的服装 首饰 鞋 等等 这些你作为国会议员 有必要去跟富人去比吗 17.5万美元 在美国就可以让一个人 不要说一个人 一个家庭 过上非常体面的生活 甚至有的是 八九口人 十口人的家庭 17万美元 都可以能够让他们 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还是比较体面的生活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样的议员 自己呢 是属于对财富 有着那样种渴求 那种 这种渴求呢 又不是自己能够通过 自己的商业活动 来获得大量的财富 那么他只有 通过这样的一些主张 想杀富济贫 所以这种做法 这种言行 让我非常不齿 那么现在就是说 美国这样的一种 风气 就是社会主义的主张 一些主张大政府 大福利 这种言行呢 好像还有一定的市场 甚嚣尘上 所以让我感到 非常的厌恶 我好不容易才逃离了 那样的一个环境 现在美国难道要复制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吗 如果跟中国 不是完全相同 那么 就是说你有些方面 做到的那些 你要那种主张 真的要实施的话 那会对美国 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 对世界 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 因为没有这样的 一个正的激励了 因为人家创造财富之后 你要杀鸡取卵 你要杀富济贫 那人家何必要创造 那么多的财富呢 本来人家希望创造财富 能够获得 很多的这种资源 他可以集中的去做一些 他认为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情 你比如说 如果一个特别有钱的 企业家 发明家 他可以办很多 自己想要做的项目 实现自己的梦想 你比如说 马斯克就是这样的人 他有了钱 他可以再投入新的 开发项目 有些项目 你看一下 无论是那种高速的 地下隧道式的 那种通讯工具 还是发射火箭 上太空 还是说 他那个Tesla 无人驾驶汽车 在这个世界上 有几个人 创造这样的业绩呢 他现在还有 很多新的想法 还要如果有钱的话 可以投更多的项目 所以我觉得应该 中国呢 还是美国 不管是哪个国家 都应该激励 这样的企业家 发明家 如果他们能创造 更多的财富 就应该给他们 切实的保障 不要随意的去伤害他们 就算是他把自己的财富 传承给自己的子女 有的子女呢 是有能力 来继承那些事业 有些子女呢 由于自己不行 慢慢的就会被淘汰 被淘汰的那些资产呢 他慢慢的也会被社会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 这个分摊 分摊以后呢 也会为这个社会 做出贡献 所以你不用着急 对吧 而且每个富人 他实际上对这个社会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贡献 所以我坚决反对 这样的一种 杀富济贫 杀气去卵的 这个社会主义主张 当然有人说他们征收的这个税 都是针对特别富的人 你看看起征都是上千万的 跟你没关系 是跟我没关系 但是我对这种思路 我不喜欢 我对种 如果是这种治国方略的话 这种方略必然会给美国带来全面的灾难 这个深重的灾难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 不管对不对 我个人发生效用 但实际上 他的确 这种主张是我们要加以警惕 要高度的警惕 并且加以反对 好 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